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绝照您的佛性般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传奇法师红发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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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笑话 永断生死 常驻快乐 永断生死轮回的这条路 而去入菩提涅槃的这条路 佛说八大人觉经传奇法师正在开讲 第八觉知 实际上这每一个觉里面都有两个 两个就楞严经里说两种根本 每一觉里都有两个根本 一个是生死轮回 一个是菩提涅槃 每一觉里都包括这个 所以就是到了第八觉 第一句还是生死四然 苦恼无量 这个就是生死轮回的 这个他的他的本性 请问这个世界上是信佛的多 还是不信佛的多 不信的多 是相客多 还是三皈依的多 还是相客旅游的人多 来五台山的也是这样 旅游的人多 对不对 旅游的人多 你说这些皈依没有没有皈依的 那我们再问回来 皈依的人 皈依的人 明理的多 还是不明理的多 不明理的多 我们再推 已经明白的 明白了起修的多 还是明了还没修的多 没修的多 那些都是不是可怜人 可怜 对于菩萨来说 会不会悲悯那些游客 他们跑到五台山来 一跑到五台山那个名义 还照样吃海鲜 还照样吃火锅 你看 请问五台山是火锅 那些荤食店多 还是素食店多 荤食店多 我们五台山香火最旺的是哪里 五夜苗 来到了文殊菩萨 圣地居然不拜文殊菩萨了 这简直是 我一边笑一边想哭 这个悲和 这种笑声 这种悲哀的 虽然说佛陀安立了小秤教 大秤教 乃至金刚秤教 但老实说 有几个人能好好的呀 能几个人能明白 去好好的研究因果的 我现在讲到最那个了 我们现在都是佛弟子 讲良心话 我们对因果的法则 我们关注吗 我们细致地去抉择了吗 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 我们有仔细的抉择吗 我们对恶 我们生起了对恶的恐惧吗 把恶就是当那个虎豹狼虫一样 我们就避这个恶 我们对善 生起这种修善的这种意乐吗 如果我们普遍的众生 不要说不信佛的人 就是连我们信佛的人 对普通因果 对戒恶修善 这个世间的法 我们都很难以去修的话 那你想我们众生解脱靠什么 靠佛菩萨的悲愿力呀 我们没有修 我们甚至很差 佛菩萨不舍弃我们啊 我们既不能否定因果法 但是老实说 我学佛现在几十年下来 我发现 因果法很重要 但是老实说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因果法 我们不会抉择因果法 对世间过患 你不深入的观察 你对轮回没有生起厌离 你不对出三界生起这种出离心 你怎么去剖析这个我里面 四大是无我的 五蕴是皆空的呢 上座步伐很重要啊 你不去修正这些 你怎么破我的执着呢 身剑不破 我剑不破 人不能证人物我不能证法物 你怎么出三界啊 你怎么与法相应啊 你天天还是烦恼啊 还是我 我剑 我执 那都是凡夫的这个见地啊 凡夫的这个烦恼啊 你天天在凡夫的状态里啊 那你说说这个多可悲呢 那这个三界就不能出呢 所以要破我执我剑 然后才能够跟法相应 才能够入圣流 才能做虚陀还呢 虚陀还然后 斯陀还阿那汉 在最后四国阿罗汉呢 圣阿罗汉是圣人啊 我们供千圣灾 就是为了有一位阿罗汉来应供啊 我们吃的都是阿罗汉的饭啊 我们怎么跟你亲伴小秤呢 小秤不小的 很伟大的 小秤的这个功德没有 你怎么自立 你自立都没有 你怎么立他啊 虽然佛陀也说 自为立而立他者 乃菩萨发心 菩萨是菩萨发心啊 那为什么佛陀在涅槃经历说 他说为什么我要去受马脉之供呢 他说我知道啊 以佛陀的智慧是变知的嘛 未来都知道的 他说我知道会去吃马脉的 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吃马脉呢 那就是用过去 那些为了要度众生 结果自己却没度好 噗通掉下去 多马了 五百匹马 就是过去为了要度众生 自己堕落的呀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里也有说 都是出家人在山中睡觉 佛菩萨都放心的呀 出家爱清闲 清闲极为贵 就是你修小圣法 佛菩萨都是喜欢的 哎不错不错 这个孩子不错 不愿意轮回了 想出离了 这还是算佛法啊 那你能自立了 你能自立 才能够有利他的本钱呢 你自立都利不了 你利的比谁呀 你利呀 你骗自己呢 骗别人呢 第八这里面就可以知道 我们实际上能得度就是什么 我们的因地实际上是很不真实的 我讲这个 楞严金说 因地不争果招于躯 实际上我们反省 包括我反省我自己啊 我这里反省自己给大家听 我们因地修行实际上是很不真实的 你比如说今天 哦 千生寨出彩虹 哦 这什么什么是出彩虹 啊 像我们法会都很多瑞相 别人问 哎 法师是不是你有神头 我说我哪里有痛 什么也痛不痛 包括我们树千生寨 你看一共千生寨 这么多栽族就来供养 那是我们的福德吗 不是我们的福德 这是佛菩萨的福德 我们是不是享受的文殊菩萨的福报啊 实际上享受文殊菩萨福报 同样现在我有几个寺院啊 有几个寺院 那一般的寺院就没有几个人供养的 你说那看着我面子 不是看着我面子 五台山有个文殊寺 大家都会供养 我说你看 还是文殊菩萨面子蛋了 一样的 我们在五台山能够 每年这么多的千生寨 是文殊菩萨他老人家的福德啊 拿什么做话来说呢 就是因为只要你供一千个出家人 里面就有一位真阿罗汉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享受阿罗汉的福啊 所以这里面 也就我通过这个分析 实际上我们的因地是很不真实的 但是我们的因地不真实 佛菩萨的因地真实不真实啊 那是真实的呀 我们在这个 在五台山好了 文殊菩萨就怎么说呢 只要你如理如法 不要犯大错误啊 我都会保证你解脱的 你看 文殊菩萨有这个愿力啊 请问这个愿力真实不真实啊 真实的 每个人你要来朝山 接接一千送送八百 文殊菩萨这个愿意 真实不真实 真实的 佛菩萨的这个愿都是真实的 乃至你看修大乘法的时候 连呼吸都是 把自己的功德呼出来给众生 把众生的罪业呼进来 我来消化 愿替众生受诸这些苦难 众生不会修 我替他修 这就叫菩萨 众生不会去极乐世界 我来接他去极乐世界 乃至众生地狱火现前的时候 有善知识现前 他只要能听善知识的 地狱火马上熄灭 火焰化红年 欧一大时代这里面也说 虽父出家 不乏大乘普际心 普际之心 则慈心不周 不乏待众生受苦之心 则悲心不切 慈悲周切 方是照佛 家业之真子也 我们出家了 身披法福 形同佛陀 我们的形状就是佛的形状 佛陀赞台我们出家人 见解脱 解脱床向 我们出家人只要走在街上 众生看到 众生就得利益 所以世民人天福天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不能够发大乘普际之心 那我们这个慈心就不周辩了 如果我们不发待众生苦的心 那我们的悲心就不切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 在外面我也不敢讲红法的 参学吧 也有时候参学得很辛苦的 有时候跟着我的那些信徒们 也都很辛苦 不分白天晚上 坐着车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有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路边的这些楼房 那里面住的是你爸你妈 你这辈子就来这一次 你能睡觉吗 你回来了 你跟你爸妈有没见到 你要不要发一点怨啊 你也替他们念一点经啊 我这一讲 马上眼睛就睁开了 也不睡觉了 你说你路过开车路过 飞机路过 下面众生都是你爸你妈的 如果我们一个佛弟子没有生起这样子的心 你就悲心不切 你词和悲你都 你都没有这种没有生起来 你你是和一个好的佛弟子吗 你的形象跟佛一样 心却不一样 那你那不是惭愧吗 就是有时候 确确实实 我们就是 哎 就有时候就 就有这个佛菩萨这种威德会鞭策我们 就特别惭愧 特别惭愧 所以我们晋光大师就称自己的 常惭愧生 也就是修行人 惭愧是最低的底线 最低的底线 有惭愧心的佛弟子 还能得救 不管在家出家的佛弟子 如果惭愧心都没有了 叫无惭无愧 无惭无愧 哎哟 那个就不好说了 所以这里面 实际上第八 大心普济诀 我们要怎么跟佛菩萨配合 虽然我们身为佛子 我们有时候这个因地还是不真切的 我们还做一个佛弟子 还不是很合格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看到这个第八的 我们既要了解 肯定的认知 诸佛菩萨的慈悲是圆满的 微德是广大的 悲愿是真切的 我们要趁诸佛的愿 微德而离苦得乐 但另一方面 我们要怎么样 至少要生一点惭愧心 我们能修一点因果法 就修一点因果法 能修一点观世无常 远离一点世间的欲望 能少欲能知足 我们能修多少要修一点 但同时不要认为 我们修了这个就很了不起了 实际上我们还差得远 所以既不否定佛的阴秤的法 阴秤的法 也我们要承认要认知 要深信佛陀果地的法 阴秤的法 比如说上座布袋 包括我们大秤显宗 这都属于叫阴秤的法 同时我们要相信 于切秤的法 比如说四步行步于切步 于切步还分无上于切步 无上于切步里 又分又有大圆满 大手印 大中观 那叫佛菩萨果地的法 果的法 那我们众生靠什么解脱呢 我们就是靠佛陀果地的 威德力而解脱的 我们念佛就是以阴地的心 念佛果地的诀 叫以阴地的心入果海 阴入果海 那果地的威德呢 变入众生心 叫果策因缘 我们末法时代众生解脱 就是靠这个 所以我们五台山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地 因为五台山 名正言顺的 就有三秤教法在这里 所谓的清庙黄庙都有 你看我们在座听法的就是 我们有来自上座部的 有我们大秤的 有金刚秤的 从重上说有七重 从教法上来说有三秤 你说这个多少圆满啊 所以在五台山真的是 哎呀 不可思议啊 这是不可思议的圣山啊 每一个来朝山的 请问是不是心中对文殊菩萨 充满了景仰啊 是不是 包括我们住在五台山的 其他地方不去 我有个同餐在这里说 我宁愿在五台山一间房 不愿在山外面一间庙 他因为我是上海人啊 他拿上海的这个比喻 我们上海说宁愿普系一间房 一个床 不要普通一间房 住在五台山的人 实际上是充满了 对文殊菩萨的这种信心啊 乃至我们 不管千里万里来朝五台山的人 都心怀着 对文殊菩萨的景仰 我们对文殊菩萨的这种信心 我们对文殊菩萨的这种景仰 请问这是什么 这能不能灭业障 能不能了生死 能不能生极乐 乃至就是这个心 就是文殊菩萨 这个文殊菩萨十大愿望 文殊菩萨亲口说的 他说与我同愿同行者 其实跟我一样的呀 就是我文殊啊 所以不闻佛陀经法 我们不知佛法奥妙啊 佛法奥妙是什么 实际上就不知道 我们自己有多伟大的 我们的佛性很伟大的 我们对五台山的一念信心 是很伟大的 我们的修行就是靠这一念信心啊 要保护它 心心相惜 尽念相继 不要让它这个火灭掉 这个火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火啊 成佛的善根种子 不要让它灭掉 如此八世 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 精进行道 慈悲修慧 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本觉 他的然后始觉 然后精进行道的 这个 然后最后 乘法身传 这个就叫寂静德 然后至涅槃 这个是说正德的修德 然后复还生死 度托众生 这就是什么 教化众生的德 一前八世 开导一切 令诸众生 绝生死苦 就我们自己也这么修过来的 然后再告诉我们的 如母的众生 觉悟生死是苦的 轮回大海是苦的 舍离五欲 修心圣道 这个心里面 心能造一切 心能造生死 造地狱 造恶鬼 造畜生 造六道 心也能造 生闻圆觉菩萨 也能破无名正法身 都是这个心啊 所以我师父在元吉前 还是跟我讲这个 三点如心像 斜沟四月呀 披毛从此得 做佛也由他了 心是有凡也有圣的 不是吧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是心 你这心 是心也是魔呢 是心也是地狱啊 六道呢 你要搞清楚 你是什么心啊 要圣道的心 是这个修心 要归到圣道上去啊 若佛弟子 宋此八世 于念念中灭无量罪 进去菩提 树登正觉 涌断生死 常住快乐 欧义大师这里说 如此八世 这个总是下面十六个字 是结成名义 精进修行 这下面是十六个字 是结成自觉的功德 法生传 是指所悟的性德 涅槃 指修德所显也 复还生死 下面三十二个字 结成绝他功德 为自觉 方能绝他也 若佛弟子 下三十二个字 结成颂念功德 就是我们今天 念了这个经 也有这个功德 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经 有这个功德 能诵其文 必能经思其意 能思其意 必能以止 自觉觉他 故能灭罪 而断生死苦 去觉而正 常住乐也 所以连这个最后 这个结文的时候 他还是说 涌断生死 常住快乐 还是两种根本 涌断生死 轮回的这条路 而去入菩提涅槃的 这条路 大人觉 用八个来总结的 是可以总设 三丈十二部教法的 这个里面 所以讲经的人 如果有时间 我们大家可以慢慢研究 可以开简出很多 但是也可以用 今天一个下午 我们这样子来学习 共同的蒙佛陀的 悲心大愿的赦寿 得到我们五台山 文殊菩萨的加持 得到我们今天 共千身在 这三千出家人 世间认真罗汉的加持 得我们常住的加持 得我们上庙下身大和尚 坐镇加持 阿弥陀佛 我代表普华师 去替赞山的时候 象征 向法师的开始 表示 真诚的感激 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觉知 心无厌烛 唯德多求 增长罪恶 菩萨波尔 常念知足 安平守道 唯会事业 第四觉知 懈怠堕落 常行精进 破烦恼恶 吹拂似魔 出阴戒狱 第五觉悟 鱼痴生死 菩萨常念 广学多闻 增上智慧 成就变才 教化一切 悉以大乐 第六觉知 贫苦多愿 横结恶缘 菩萨不失 等念冤卿 不念旧恶 不争恶人 第七觉悟 五欲过患 虽为俗人 不染事乐 常念三一 瓦波法器 志愿出家 守道清白 凡恨高远 慈悲一切 第八觉知 第八觉知 生死是然 苦恼无量 法大称心 普济一切 远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 必尽大乐 如此八世 乃是诸佛 菩萨大人 之所觉悟 精进行道 慈悲修会 趁法身传 至涅槃案 复还生死 度托众生 以前八世 开导一切 令诸众生 绝生死苦 舍离五欲 修心圣道 若佛弟子 颂此八世 云念念中 灭无量罪 静去菩提 树灯正觉 永断生死 常祝快乐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弘扬佛陀智慧广 护持生命大道场 滋润心灵 生命力 成就菩提 清净心 各位菩萨 佛告诉我们要 一心念佛 什么叫一心念佛 好好收看神明电视台 不能跳起菩提 因为生命台 告诉我们的是 佛的心 慈悲心 保护所有的生命 智慧的心 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静 所以愿各位 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 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阿弥陀佛 华博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下一站长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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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上课内容最主要是要教各位长辈们如何活化他们的大脑 我们所缺乏的哪些元素 为什么会有阿滋寒默症 或者是痴呆 或者是所谓的记忆退缓 那今天上课的内容 最主要给他们一些很健康的知识 最后会带他们简单的唱跳 活化我们的脑部 我们人的大脑不会越用越灵光 50岁以后 他的大脑就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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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退化 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的大脑运动都是靠心肺在活氧 了解吗 有了解吗 这是真的哦 来 开心哦 开心我们要哈哈笑 每天至少要哈哈笑发生 哈哈哈哈 好想好想 阿爸真欢喜 好想好想 阿爸真欢喜 好想好想 阿爸真欢喜 97年的时候我爸爸中风 没有什么方向 就一个师姐就说 你要不要来做义工 我一开始是带我们道场里面当插画义工 三四年前我们的负责人 于乔师姐跟我讲说 我们的读书会 没有老师可以来教上课 因为他怕说上课太无聊 那因为我本身又有这方面的才能 所以于乔师姐就请我来这个地方上课 我都会去针对 每一个老人家 他们所需要 目前 所需要跟时下所要去面临药的问题 所以我在安排上面的话 我就是看时事的需要 像如果是最近健康啊 或者是怎么样去防护感冒这方面 那因为最近我从去年就一直在讲诗字 跟大脑方面的活化 所以我就是会一直安排下来这样子 我相信你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朋友 还有很多人都躲在家里面 不出来的对不对 只要他出来一天 这一天不用有多少个时间 一天有三个小时 我相信你让他一个月下来 他会很喜欢出来 这是有经过研究报告的 这堂课程健康是我们老人学习最多的 大家能够闻说 Amy老师教的就是说 这堂课程我们要多闻说 我们要把头脑练习好 把手脚练习好 能够健康我们自己的老人生子 所以要多闻多听 多学习 多运动 从头到现在没有断过 天心讲拧了好几次了 Amy来到教室 我们就太高兴了 他的课程很好 今天的课程很好 就是学习大脑运动 现在记忆力都减退了 说讲什么都是马上问掉了 现在就是慢慢学习慢慢学习 这样子一步一步来 按部就班 Amy老师她很好不错 她每次来都有带礼物给我们 有讲证都有礼物 好高兴 我们人都会有老的一天 我从这些长辈们上面的学习态度 让我又更加的想说要让他们更了解一下 新的趋势跟新的知识 所以我的感想是这一种感同身受啦 因为毕竟以后也会老 那在未来来讲的话 我就是用我的知识跟用我的教学方式 更活泼 然后传递更好的一些方式 让这些师兄师姐 还有这些长辈们 可以得到更好的上课环境 跟上课知识 谢谢 祝大家同志 讨好多走开 西方免费都要多走开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 如果说每个人自己都能做好自我的管理 这样就会对整个大环境会很有帮助 教师 285行 235行 在这边 这边就走南华路 那边就走南华路 看那边 我们这个所在是 属于商业区啦 才会听一段杂务啦 4、5年前 就像是有个教会说这个 要用这个团队的时候 来跟我们李干事就好参加 现在李干事就说 我们来做一个移工队好 大家都很容易来参加我们这个团队 这样啦 在每周五早上大约8点的时候 大约有10到15人 分两组来巡检 人把里面的频频光光 塑料带之类的积水容器 给清除 我们自己的啦 对不对 那路上干净不是更好吗 对 我的心态就是这种心态 80后 大概两年了 看到他们 找啊 问他们啊 说好啊 就开始参加 这样啦 我们航的团队 团队 团队是要去清潮的时候 我哪 更无法当努力 所以 都要靠我们在移工队 因为航的团队 这种杂务啦 有法当努力 收回来 是这样啦 小姐 可以 我是这一里的李甘司 是 你们那个角落那里 有一些拼命光棍 你们要清潮 好 还有 还有落叶 麻烦一下 好 谢谢 这个劝导这种事情 有时候 你要常常 规劝 而且 而且 也希望李明能养成 至少门前雪的习惯 就是把家里面的环境 至少也要把家里面的环境 全面的环境 给打扫干净 不管是停车场啊 饭店 还有自己的住宅 都要把它打扫干净 环保的话 应该是每个人 举手之劳啦 这样子的话 就会 环境会比较干净 更新一点 也不能说只靠我们 因为 我们毕竟也是一个礼拜一次而已 如果说每个人 自己都能做好自我的管理 这样就会对整个大环境 会很有帮助 如果我们医工队出去 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他们 一间店家 人家 也在跟他们说 哇 感谢你们 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说 比较少 如果我们是说 如果我们有 既路贵的贵 有没有使用 本事 购不贏的时候 也要交代他们说 不要购不贏 比较 我们要对这个 因为这个环保也会漏实 感谢我们在医工队 很负责 因为这些都是医务的 到罗湾东走路为止 反正现在快七十了 还可以走五六年 应该还不是到问题 因为我们这样做 人家会发现 发现说 哦 你都在做 所以他就很无形中 他就比较注意到自己的 本身的那些干净清洁的东西 不要玩丢 就无形中 会告诉他们一个这个观念 对不对 可以继续就继续这样了 当医工 你不一定要用钱 你这样子也可以 付出你一点的心力 我会继续做下去 如果身体还可以还能动 就会继续做下去啊 因为维护环境是人人有责啊 你整个街道看起来干净整洁 这样看起来心情也比较愉悦啊 跟一些早期的黎民有时候要喷头 他们看到我们在巡检的时候 他们要跟你讲辛苦了 一生辛苦了就代表一切了 我们的心血也没白费 这个乐团 平均起来六十岁有 民国九十一年开始的 我们就是成立 弄一个这个老人的国业班 做这个国家班 准备就是这老人 因为今天去老人煮呆 就是要训练在头上 因为我们大人不能打眼睛 就是用这个国家来训练 我们家现在就 小卵 中卵 大卵 二欧 中欧 大欧 第一次拼了 这亚居卡尔子 这种乐团 已经没有老师了 到现在差不多有 四百多个 学生 四百多个 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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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都要团练 你如果没有团练 你如果要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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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团练 我去团练 去团练 这都要团练 今年六十 加入差不多十一年 我来这边开始接触 其他的乐器 刚刚开始是二虎 想说缺什么 我们就有一点兴趣 多方面接触 这样子学习 我今年六十岁 加入乐团 就是已经有五年了 我是学二虎 二虎这个乐器就是 看起来是两条线 但是你要把它的音 诠释到很好 真的是不简单 学习音乐 还是要有共同的朋友 共同一起学习 然后他指导我们 我们才晓得说缺点在哪边 不然我们自己一个人 真的都不晓得 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要是要不晓得 要是要不晓得 要不晓得 要是要不晓得 要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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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长者 那些家庭的关系 主体的关系 都在外面就业 让我们尽量鼓励 我们里内 这些长者 或者老人 他出來學習一下他的興趣 他們也時常到外面去表演 不管是本市的廟宜 還是參加外縣市的比賽 他們常常去表演跟比賽 有人邀請我們去 也做一些老人關懷的演奏都有 我們去就是樂器演奏 歌曲跟老人一起同樂 他們年紀大了但是他們的心裡變不大 他們也是跟我們年輕人一樣 生活蓬勃 小時候就是家境也不是很富裕 我在國小的時候我就是看到同學 有的學鋼琴 有的學小提琴 真的那時候很羨慕 長大的時候就是自己有能力了 就慢慢地去看我對哪一種樂器有興趣 慢慢地探索我自己想要的樂器 在我有生之年 情況許可的話 我可能都是一直會保持下去 一直都會參加這個樂團 音樂 人家創作者音樂 它可以變調 我覺得我們人也可以轉換一下那個心情 這就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音樂無國界嘛 你可以找到你很好的寄託 今年七十二歲 自我成長嘛 我活到老 瀉到老 身體時刻就一直寫啊 楊世雄到八十多歲 也是在一直在我的樂隊啊 我今年八十三歲 看我的身體 都好久就好久 因為這個人喔 空主公不敢想人家不疼 我如果能夠多久 我就參與這團一直留下 我希望來的人不必客氣 我們所有這團的人都能夠團修 我們這個人就要趕緊 我們走 五十五歲 是三十五日 我去保護 我去保護 我來人家 我去保護 我去保護 這種財 proposition 我去保護 我去保護 慈悲福 從開辦到現在 已經有八年的時間 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一片曼福 整个都覆盖在那个杂草里面 一点一滴 开始似乎是发起一件七宝佛塔 建了这个七宝佛塔之后 来办法会还是觉得很多的带兴建的事情 从这个大殿完成到种种仓库完成 大概105年慢慢陆续可以 那到可以办法会 那时候也是这样子接着接着办 但是这一次我们是想说 就这个地形 我们把这个慈佛塔稍微做一下调整 就是因为这个地形是比较低洼的 常常下大雨的时候 尤其是雨季的时候都积水 刚好有很多菩萨们送来了很多一些杂土 然后就让我们先一直添一直添 大概添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最近已经大概都圆满了 我们希望说再把一些主要的联络道路 让一些菩萨进来的时候 走路进来或开车进来 它的地是更平的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可能还要接着继续下去 大概要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圆满 有没有 它不会滚了 它要做就开始做 所以它就走起来 这些菩萨都是有姻缘的 他们来的一部分是邻居 我们这个地理环境 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村落 这个村落的邻居来 我们在跟他们聊了之后 他们也觉得说 乐意来帮忙慈悲虎 所以他们就假日的时候 没有上班的时候就过来帮忙 要跟他们讲悲观 这次要跟他们讲悲观 这次要跟他们讲悲观 那年去讲 这次也要再拍了 因为我是跟宗师姐是高中同学 当然认识了几十年 今年都六十几岁了 所以我就有跟宗师姐讲过 我十年要成就慈悲虎 这是我的愿望 我十年要成就慈悲虎 所以我从四年多前一进来的话 开始规划种树的时候 我到今天从来没有停过 没有休息过 我愿意庄严活净土 我愿意做 宿苗小小的 大概两三寸的宿苗 我用那个我们饮料杯 把它装在饮料杯 然后每年每年的 换的那个盆子换的大一点 慢慢慢慢 长到大概有一个人高的时候 我们再搬过来种 因为太小的时候 种在地上 你除草的时候 你会把它除掉 你会看不到 所以我大概有一个人高的时候 我就把他移过来 慈悲虎种这样子 今年是虚岁六十七 在体系是快七年了 我刚进来是这边 湖边那个草多长得很多 我就利用年底 比较没有雨季的时候 慢慢地除 把整个湖的草都除好了 晚上那个河边灯亮起来 整个湖很漂亮这样 就心情就很好 我现在铺地砖 我现在铺地砖 把这个地砖铺并 让人去上厕所的时候 比较不漏天的暖河 让人比较好走路 你随便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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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几个老菩萨呢 是过去我们在嘉义讲堂 办的长青读书会 那我们也会花旗 他们有时候到慈悲虎 来扫扫地 一老人家嘛 就是扫扫地 那也有几个很发心 他们固定 我们一个礼拜会 来个两三天 八十六 这里就 扫扫地 洗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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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作 我们做 会赢了 我们就做了 看到这些老菩萨 一共来帮忙 过程中很辛苦 但是他们内心是滑喜的 滑喜都写在脸上 能够为佛菩萨 来建一座道场 他们内心其实都是 非常的喜悦 慈悲虎 要成就 成见了这一块佛陀的境地 其实要花了很多的心 还有花了很多的金钱 然后还好有 忠实文师姐 他提供了一块田 所谓的田 让我们来种福田 我是抱着这一种心 他有提供这个场所 让我们来做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 心里是非常高兴 有像夏 现在才是冬天 像夏天的时候 一坐下来满头大汗 宗师姐就问说 我问你说 你都不累 我说 会啊 我就不累 做到这一层屋哪里不累 很累啊 但是我心情很好 我会很高兴 是这个 是这样子 所以 每个位师兄来这边的话 大家都笑眯眯的 做到整一层屋 但是大家都很快乐 在这里快乐回来都很快乐 又充满了欢喜心 我就感觉做了 身体真好 所以有需要 还会过来帮忙 虽然很辛苦 可是也值得的 只要身体可以的话 就一直做下去啊 环境这么大 几乎有大概 快两公顷的土地 那在这个土地上 其实要建设的时候 说不完 也讲不完 然后也做不完 如果说有更多的义工菩萨 愿意加入 出钱出力嘛 那我们也是在最少的范围 最少的财力发费之下 希望更多义工的投入 来把这个慈悲湖 建设的更庄严 然后未来也希望说 更多的义工 能够慢慢的建议进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